被空气打一炮能对人体造成什么伤害 这是一台巨型的涡流炮 让它对着纸箱开一炮 伴随着撕裂空气的声音 纸箱墙直接被无形的气流崩塌 就连远处的树枝被击中后也会被打落 再把篮球放在大炮面前 原以为篮球在它面前不值一提 但出乎意料的是 能打落树枝的空气炮却无法击飞篮球 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原理很简单 通过特殊镜头可以看到 涡流炮是通过造成空气的波动来击中目标的 仔细观察这台涡流炮的结构 很像单发火箭的漏斗式发动机 它的尾部是一个巨大的燃烧室 里面潜充了与液氧混合的爆炸性气体 当它被点燃后 炮口处就能产生一股时速高达 156米每秒的气流 拉动空气形成了一个圆环 而这个圆环又被称为涡环 它其实是一种流体力学现象 由被扰动的流体形成的 之所以呈现出环状 是因为流体被扰动后 会沿一个方向绕直线 亦或是曲线轴做旋转运动 就像旋转的轮胎 能减少汽车与地面的摩擦一样 窝环内部的气流旋转 也能减少阻力 极大的增强了自身的持久性 而且转动的越快 还会越稳定 所以就算是不使用爆炸性气体 我们用筒和塑料袋 自制一个空气泡 通过反弹空气扰动气流 也能轻松将纸被击落 但它的威力也仅限于此 虽然可以大面积击倒纸箱 可打在人身上 就像是大风天气一样 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但如果这个窝环发生在飞机尾部 可就不一样了 之前有提到 当气体存在压强差或速度差时 就会产生初始的窝环 当飞机机翼产生正升力时 下一面的压强会比上一面高 在压强差的作用下 下方的高压气流 就会循着翼间往上翻滚 流动到较低压的翼面上侧 形成一种螺旋式的漩涡 也就是翼间窝流现象 可不要小瞧了它 2001年11月12日 美国一架A300型客机 从机场起飞四分钟 就坠毁在附近的住宅区 这场灾难的起因 正是前方飞机带来的翼间窝流 在漩涡区域中 空气速度的大小和方向变化十分剧烈 所以其他飞机一旦进入这一区域 就会像进入滚筒洗衣机一样 发生快速翻滚 从而导致飞行事故